没几个字嘛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 确认我要做什么 第二个的话 我们一律会先从view开始 所以我就先把view views 这边打开之后 然后再把之前的程式贴过来 其实你贴过来的时候 我这边建一个什么 我的function 这个function名称也比较BMIA 后面一样request 因为我必须从 我的网页上得到一些东西 再来的话 因为我要用的是什么 我要用的是 取得网页上面的参数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就利用什么 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对应这个w 这个h 将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w 用get的方法把它得到 所以得到的时候 它一定是50 不过50是一个次串 那我如果要把它转成一个浮点 如果小数点的话 那我一律在这个加前面一个floater 如果没有加这个的话 后面就会产生连锁的错误 另外的话 一般习惯 因为我们这边都习惯用公分 所以这边我用除 但如果你是米的话 比如1.66的话 那理论上这个就不用除 这个可能你可以把逻辑稍微修改一下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我们的views里面 就取得我们要的东西 实际上这两行 实际上就是把input的修改 其实也没改什么东西 就是把什么 把input的改成request.get 那外面包一个什么 包一个这个中瓜 这边这个是中瓜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把取得的值 其实底下好像都没什么改 我只有把那个什么 把prinster改成s 因为我要串接这个字串 所以我这边加一个s 指的就是一个字串 它的评语 计算出bmi之后的话 当然第一个先把bmi先存起来 然后第二个的话 把评语的结果存起来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我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return respond 这个方法输出 那后面的话 我就用什么 bmi 所以这边我需要看到的结果 假设长这样的话 那因为我之前 在那个我云端上面是放 用person person慢慢 那个python慢慢弃用 他说以后不推荐你们用person 就跟你以前用那个java 或用cc大家一样 我们不要用person 他建议是用format 所以我后来又把它改成 那个用format的方式 而且format我觉得是真的是比较好用一些 那里面因为我要带两个东西 所以在format里面的话 我就带一个bmi跟一个s 那前面的话就是 把那个bmi 然后这个变数 这个是第一个桌 第一个瓜糊 所以 那我要取到小圈第一位 所以我这边 第一个我就是bmi 然后这边大瓜糊 然后点ef就可以了 OK 然后p的话就是换一个段落 或者你可以用br br的话也许你就是换一行也可以 反正看你的距离 p或br都可以 那这边的话的评语 后面的话 我就是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s 那当然如果我不指定那个形态的话 就一个大瓜糊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两个丢进来 这个丢到这边来 这个丢到这边来 看到的结果就会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不过 不过第二个阶段 我希望怎么样 也能够再做一张图上去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后面好像 因为同意已经有做练习了 接下来我希望 可以在这个底下 加上一个 不过这个图有点可怕 OK 但是其实会蛮生动的 因为马上表现出 到底他过轻呢 还是轻度肥胖像这样 哎呀 我是觉得有那个意思 如果很胖的话呢 就是那一张嘛 你们应该有找到那个对应的图 那一样我先把那个image 好像有1234 很多张12356 还是这个这一张 这一张的话呢 真的就太胖了 蛮担心我变成这样 OK 真的 其实如果自己照到镜子 觉得这小腹围突 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更努力一些些 一直很想要找时间 所以我现在有时间 我一定找地方去运动 如果夏天的话 我蛮喜欢去那个海边游泳的 蛮推荐各位可以去 去一个 基隆有一个那个和平岛公园 那边游泳就是你可以在水里面 可以跟鱼一起游泳 因为你一起游的时候 鱼就会在你身边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这部分做完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这上面有那个 一个叫BMI的图 这个你当然可以用我的 或者不用我的都没有关系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刚刚那六张图档 那我六张图档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要把它放到我们的专案里面的话 第一个一样 就是把它丢到哪里 丢到image 这个目录里面 特别注意 这个上个礼拜讲过 记得一定是放在static 里面的image 那位置请你不要乱动 因为只要乱动的地方 因为早上我发现同学问最多问题 就是那个 找不到图 那个找不到css 那如果这个没有问题了 我相信以后你会做这个djungle用的 应该会蛮流畅的 只要你这个位置没有错误的话 那我想应该很快就显示出来 那只是说我要怎么样把那个对应的图 把它放 那当然理论上应该就是在这下面 也许要做一点事情 那怎么做 那请各位试一下第一阶段 先把BMI的文字先产生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BMI的image放进去 然后或许再来也许可以把css 可以把它放进去 都没有关系 那再来后面也许就是再做一个表单 那个表单的话就是 可以让那个输入的时候 不要直接在网页上面输入 不然的话你每次都要在那边问号 然后呢 你要在一个什么呢 W等于什么 AndH等于什么 那当然很麻烦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表单 那表单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文字的部分先完成 待会我们再看那个图的部分怎么加上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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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